这红鲁巡漂亮啊 全是黄里面 120一碗的福建莆田特色 红鲁巡红骨卤面 今天我们在福建的莆田 来尝一尝这边特色的卤面 这家店也是在手机上刷到的 据说是一家老店 国勇卤面 30年只为一碗好面 猜猜在这边 这边有30 50的 100的 这个红鲁巡是什么 红鲁巡就是那种红高线 实价是多少钱 100 一只可能有八九两吧 一斤 这个很薄 那就这个就是这个 红鲁巡面 这个是特产吗 对 那这个里面有没有红� 有两桶 能不能加 可以加 加一份多少钱 差不多一个五块钱左右 这个是就是调色调味的 我还是听你的吧 加两朵 加两朵 我们正常 现在是干货 晒干了 对对对 不要泡发吗 不会泡发 直接扔过里就可以了 110 110是吧 好 这是什么油 花生油 咱们这个店实际多少年了 38年 38年 老店啊 来对地方了 好 蟹还是要煎一下 对 让这个糕固定一下 对对对 再做 来点姜 好 还要放洋葱啊 还有白菜 酱油 这是什么 高汤 高汤 这个要放汤的 高汤配海鲜 这是鲜上加鲜 对 今天它煮一会儿 要煮多久啊 两分钟 主要把蟹煮熟 对 主要把蟹煮熟 然后再下海鲜 然后再下下面 除了这个蟹 还有别的海鲜啊 有 有虾 有虾 虾跟海粒 海粒 虾 你看一下 这个冰箱里面全是海鲜啊 福建就是吃海鲜啊 对 还有鱿鱼是吧 对 对 本来有两个 然后我又加了两个是吧 对对对 鸿鲁是福建的特产吗 不是 鸿鲁应该是 也算是福建的特产 山米啊 云南那边都有 哦 不原设的嘛 这个山里面是摘的 正常这个鸿鲁 多少钱一斤啊 我们这个是三四百 三四百一斤啊 也有 八百多一千多 都有 品质不一样啊 它是形状不一样 形状越好看越贵 哦 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了 这边是莆田卤面的起源 北瑞时候就有 汉朝时候叫汤饼 这个我们吃了 面要烂一点还是要Q一点 我要Q一点 生面吃下去煮啊 对 这类似于我们的煮面 猪油 哦还要放猪油啊 土田卤面要不要放辣 嗯 那一般如果外地人能过来 他一般可以放老干妈什么的 主要原味 对 哦 野味已经调个味 还放芹菜是吧 芹菜蒜叶 这是什么菜啊 芥兰 芥兰 芹菜蒜叶芥兰 有味有素啊 一般正常的三四五十的比较多 一般的也很多 也多是吧 也多 都有 福建这边有钱啊 还好 还好 吃一碗卤面都要一百多 还是有钱福建这边 秀鱼区 秀鱼区 哦 妈祖就在这附近 哦 这算市区吗 呃 算城乡结合部 哦 你看城乡结合部吃完面都一百多 你要到市区 市区大概多少钱啊 200多也有 到市区吃完就要200多 都有 都有 红菇红母群面好了 哎呀 看这个颜色 应该就是这个红菇的颜色 吃这个面要配这个吗 可以嘛 白素 白素 糯米白素 嗯 是浇进去还是直接 站旁鞋吃的 嗯 可以到儿子里面吗 哦 好的 哦 炸鲜子了 这个就是红菇 哦 可以咬这只蟹 看这壳子里面还有很多黄 一百二一碗的福建莆田特色 红菇群红菇乳面 哎 太鲜了 哇 这个红菇 鲜 特别鲜 汤里面的鲜味 应该主要来自于红菇 我觉得 因为是生面直接下去煮 汤也不是太多 大家看一下这个面 浑浑的 酷酷的 汤的味道全部煮进面条里面了 我觉得它这个面就算不用高汤下 就这海鲜加红菇 其实鲜味应该肯定够了 高鲜 海鲜配这么鲜的蘑菇 看这碗汤 很浓稠很浓稠 我个人感觉 这个卤面 还是以原材料取生 如果是原材料不行的话 它达不到这么好吃的 这么大一块的红菇 大概就是五元一个 没来吃卤面之前 我当时想的 它这个是不是 卤味面 或者说类似于荷兰的会面 不是啊 人家就是海鲜卤面 以前都知道 普田的医院很厉害 普田的运动产业也很厉害 没想到 普田的美食也很厉害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普田来 普田的卤面 是千万不能错过的